Hello,大家好,我是Iris 近期很多朋友都問看平面圖 其實很多時候大家都會想想 為何要看平面圖,不去看實地呢? 其實都不是的 因為實地有些客人覺得家裡不太方便 當然,實地去看風水當然是最好的 因為他看到內部和外局的東西 一些細節的東西在羅盤上都會看得更清晰 所以在實地時就會用得更好 發揮看風水的作用 但反過來,同樣有些客人 因為真的不太方便去家裡看 又或者反過來,可能因為對看風水的價格 又覺得好像偏高 所以都是覺得不如找師傅看平面圖 其實看平面圖都有很多選擇 為甚麼呢?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家裡 其實在中介都會找到一些很實際的樓盤 一些平面圖 有些客人就說 不是的,我們家裡可能沒有的 其實都可以自己手畫 其實手畫,只要畫得清晰的位置 其實都可以的 因為最重要是看風水的平面圖 一定要有你的地址 你的出生年日 你的時辰 還有你的居住 還有住在家裡的人員 出生年日都要有的 這樣便可以看得到一個好的風水 而反過來,看完一個格局之後 其實大家一般風水師都會提議 可能放不同的一些特質的東西 其實就按照每個五行而去擺法 所以變成其實是否真的一定要放呢? 當然我覺得殺氣是一定要放的 但你說財位和逃花位是否一定要放呢? 我又覺得其實看你自己個人的預算而決定 今集就說到這裡 下集再見,拜拜!